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 2.扁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 扁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是从果推因 即通过观察病症 体力表现推断体伤与热能不足之程度 以辨明病情轻重好坏 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达到解症的目的 好 这里要变好这个病症 因为我们说的有状跟症 那个症 病症就是指症 那病症轻重到底是轻还是重 然后它是好转与恶化 它是诊疗方法 这个意思是这样 那它的方法还是一样 从症状为主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从果推因 然后通过观察病症 还有体力表现 就可以推断 体伤与热能不足程度 因为怎么样 体伤在外表现的是什么 症状 它会造成症状 那热能不足是抽象的 它反应在外是什么 体力 所以你从观察病症跟体力 就可以推断到里面的疑 疾病之因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的程度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诶 到底这个病是轻的还是重的 然后它是好转还是恶化 好 就可以推断出来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分析 如果它偏向于体伤 那我们就要以按推为主 如果偏向于热能不足 我们就要以怎么样 热源为主 那这个就决定了它的治疗原则 治疗原则决定了 那我们这样用 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我们要治疗疾病解症的目的 它这一道的方法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实际来看它怎么变 一 轻重症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一 病症属脊部且位于四肢 如臀痛 腿痛 膝痛 踝痛 踝痛 肩痛 臂痛 肘痛 腕痛等 若发作次数很少 时间短暂 则属轻症 好 我们来看轻症 最轻的症状 它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 它的部位是在怎么样 四肢 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 它是局部的 比如臀痛 腿痛 所以它是局部的 这两个要素确定了 第三个是怎么样 它发作的时间 发作的时间怎么样 很短暂 次数很少 这样三个特色 就可以确定 这个症属于什么 轻症 但反过来 三者反过来 比如它不是局部的 它发生在很多部位 然后它不是在四肢 它是在投身 然后它发作的次数很频繁 时间很长 那这个就确定它是什么 重症 原来轻症跟重症 就是从症状这样来诊断出来 那我们继续看下来 因为病症 现于局部且很少发作 表示体伤轻微 影响热能肾少 且病症在四肢 无危险性 故属轻症 二 病症属多处 且位于头身 如头痛 呕吐 或胸闷 咳嗽 或腹痛 便秘等 若发作频繁 或时间持久 则属重症 因为病症有多处 且发作频繁 或持久 表示体伤严重 影响热能肾剧 且病症又在头身 有危险性 故属重症 三 盖尔言之 病症之轻重 即介于轻重之间的分析 可从病症发作之范围 局部或多处 部位 四肢或头身 即时间 久站 与频率 与轻症者相比即可 若三项全同 则属轻症 若其中有两项相同 则属轻偏重 若仅有一项相同 则属重偏轻 若三项全部不同 则属重症 据头痛为例 若病症很少发作 则发作范围 及时间 皆与轻症相同 故属轻偏重 若发作频繁 则只有发作范围 与轻症相同 故属重偏轻 若发作频繁 且出现咳嗽 则三项 基于轻症不同 故属重症 好 你们这样看下来 轻偏重 重偏轻会不会分了 看懂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看懂了考试 马上考试 这样印象才会深刻 我们先放第一个案例 这个是我之前第一次来亚特兰大的案例 全身24小时痒案例 吕先生17岁 美国亚特兰大 症状 全身24小时痒 2009年5月18日 第一次接受原始点处理 隔天再进行第二次拍摄 我从小就有了 只是三年前才开始很难过 很干然后破 从小擦cortisone 然后越擦就越不好 然后越吃也是越不好 去年打针 也是cortisone 为我的皮肤 只是后来 屁股总 一个大腿流 然后 要开刀 干的洗澡出来 很难转我的身体 很难转腰 还有很难抬手 脖子也能转 皮肤都皱起来 好像那头扰人皮肤 就一条一条线 西医都说 没有救了 就是一辈子要那样子 那中医还是有说有救 治疗也没有用 针灸也没有用 最后才碰到扎音师 他胶得很好 然后他说有救 然后帮我治疗一次 然后就开始不痒 第一次就帮很多人不痒 差不多三个小时就不痒 晚上也很好睡觉 现在是第二次 然后身体也舒服 筋也松印 所以我叫你松印 吕先生案例追踪 约半年后 吕先生好了七八成 有一次去佛罗里达州埋沙 事后追踪 已确定痊愈 这是2009年是吧 对 10年 是喔 哇 所以我第一次来亚特兰大 距离现在已经10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现在要来探讨 当时候 当时候他是轻症 还是轻偏重 重偏轻 还是重症 认为是重症的举手 好 认为重偏轻的举手 认为轻偏重的举手 认为是轻症的举手 好 那我们来分析啰 他是四肢还是头身 头身喔 这已经是重症的要素喔 对吧 他是局部还是多处 多处嘛 全身嘛 他发作时间长不长 很长 所以三项俱足 全部与轻症不同 所以他是属于怎么样 绝对是千真万确的重症 哎呀 不过可见你们大部分人 有八九成都答对了 那表示你们确实会分啊 要不要再考一下 我还是有一点怀疑 所以你看喔 重症 难怪西医说怎么样 你一辈子了 都要这样 那我揉完了之后 他立刻不痒 而且几个小时 我心里就有个底了 这个痒还是属怎么样 他处体伤引起的 但因为他怎么样 时间久了 然后三个小时就会 再痒过来 那表示怎么样 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他两者都有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重用怎么样 按推还有内外热源 那你看喔 他最后好 也是如我预期 按推他慢慢改善 然后温敷也慢慢改善 然后改善了八成 他最后去埋杀 哇 这个温敷够了 一下子就怎么样 脱胎换骨了 所以就好了 就不再来了 他病就不再犯 所以最后是热能解决的 好 我们再来放一个 眼疾案例 2013年8月15号晚 小女眼睛开始红肿 2013年8月16号 早上8点11分 吃早餐时 小女左眼已肿成一条线 2013年8月16号 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并以无菌棉签 蘸淡姜汤 洗夜共三次 晚上肿也消了很多 但症状还有 2013年8月17号 早上醒来 左眼还有红肿 被很多眼垢粘住 2013年8月17号 早上8点55分 姜汤洗眼后 红血丝减少很多 眼睛清亮许多 2013年8月18号 小女眼疾已完全痊愈 露出喜悦的笑容 眼疾前后比对 前后比三天 用原始点处理小女眼疾过程 用新鲜老姜一小段 切成小片 放进水壶 用一小碗纯净水 加水沸腾后 五分钟倒出 待沉淀后 倒出一小杯 用五支 无菌棉花签 洗眼睛 上下眼瞼 眼睫毛 和两个眼角 每支棉签 只能用一次 最好不要来回清洁 清洗完后 马上喝姜汤 按原始点 温敷 特别提醒 在给孩子清洗前 自己先试试姜汤的浓度 以及姜汁 进眼后的感受 当着孩子面测试 当眼泪流出来后 眼睛就能睁开 且很清爽 明亮 没有难受感 把这些真实感受 详细告诉孩子 孩子观摩后 很踏实 没有恐惧感 接着就很乐意 接受您的处理 个人认为 此方法很环保 红眼病 角膜炎 眼睛痒 干涩 疼痛 模糊不清 等都可以试试此法 淡姜汤 简单的制作过程 选一小段姜洗净 去掉两端 和坏处切片 放进水壶 加一小碗 纯净水 水开后五分钟 倒出沉淀 待温温的装入小杯 就可以清洗 每次看到这一个 我就感觉 在2013年 那算很早期 他就开始懂得 要用姜汤清洗眼睛了 那你看我们 后来再发展 到用溶姜汤清洗眼睛 把白内障洗出来 其中经过五六年 那因为有了这一个案例 因为当时一直广为 推广 那很多人就知道 要用姜汤 所以很多人就慢慢去试出来 最后都是患者告诉我 他们洗出来了 要不然我自己也不敢 用溶姜汤洗 是问题这样 然后他们洗出来 我才知道 原来病情有分轻重 那如果淡姜汤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效 那刚好这一个是轻症 但是你看 这个完全方向都对了 你看 这个肿是属于怎么样 眼睛肿是属 他处体伤还是患处 患处啊 一看就知道 撞的组织受损了嘛 那所以 它靠按推会不会好 不会 那所以如果是患处体伤 温敷应该是温敷在耳后 还是温敷在眼睛 当然是温敷在患处啊 了解吗 你脚踝痛 按推屁股没有效 应该要温敷哪里 脚踝不是温敷屁股哦 这个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早期 很多人是不知道 学原始点 虽然看了这个影片 他也不会联想 如果眼睛酸是什么 他还是敷这里 还是温敷这里 对不对 他不会直接要 就直接进去眼睛了 那你看 他2013年就提出了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想放这一个 然后他开始从淡姜汤 然后再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终于确定 原来重病 连温姜汤 龙姜汤都可以用 然后其实患者只要适应 有些说真正蜡是在周围 眼睛反而没有那么蜡的感觉 好 回归正题 考试到了 这一个是 认为是重症的举手 一个 认为是重偏轻的举手 好 也不多 认为是轻边重的举手 认为是轻症的举手 好 你们认为轻症是因为 他三天就搞定了是吗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没有直接洗眼睛 你这样温敷 可能要拖得五天 甚至更久 他是完全做对了 所以你不要看他三天就搞定 以为 这个就叫轻症了 好 那你们没有举手的举手 我看一下 只有一个感觉 有胆子 不知道是吗 不知道 好 他是壮没有错 但是我们说壮 你根本不用变 但是还是可以分出怎么样 他轻重症 因为他眼睛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是轻重症 他不用变 他是直接就知道了 我看了 我马上知道 这个是什么症 好 那我们来 来看看你们举手是对 我以为你们真的懂了 看来 不懂得多啊 为什么 第一个 他是四肢还是头身 好 这一个 就是重症的原因 他是局部还是多处 局部 这个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是属于轻症的 好 他的发作时间长不长 长啊 他很频繁啊 他一天24小时都在肿啊 了解吗 所以他的发作很频繁 频繁或持久都是 所以他有一项 一项怎么样 一项跟轻症不同 然后两项跟重症相同 有两项跟重症相同 那应该是什么 刚刚答对的举手我看一下 重 重偏轻 所以哦 你们棘手的是少数 差不多怎么样 十分 五分之一吧 不到 所以轻重症会的 大概 我认为很笃定的 应该还是不多啦 但你们会 应该起码有个概念的嘛 我们都一直在这样分析 好 那我们来看轻重症 他的处理方式 我们接下来看 轻重症主因是体伤 表示热能不足 还未严重 处理上应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外内热源为辅 研判轻重症的好转与恶化 首先观察 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观察病症是否更严重 与此两者中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则属恶化 反之 若两者皆否 则属持平或豪软 轻重症患者 如果病情恶化 是由于不正确医疗方法所致 则医者必须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并且深入了解原始点医学 如此才能辨明病症之体伤位置 及病情之轻重好坏 然后用诸善缘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以达到从因解症的目的 好 刚刚用诸善缘 本来我是要把它改为怎么样 应通过按推与热炎 来解决体伤跟热能不足 当然用诸善缘也是 还有其他考虑到怎么样 还有运动啦 心情啦 休息 不要把它这样写了 就让你们局限了 所以最后考虑还是没改 好 那这个轻重症 照理是在医学上 我说的喔 是应该都要治好的 即便你看重症 我刚刚放的 那个小弟弟 17岁那个小弟弟 但是 这个是应该好的 西医竟然说 他一辈子都要怎么样 永远都要这样 那你就知道 这个医学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会好的 而且我一动手就更确定 我马上当下 我就知道他这一个孩子 绝对在我的掌握中 绝对没问题 但你看 这个 你们会不会想到 这个是什么问题 所以我才说 如果轻到重症医不好 大部分是什么问题 我本来说是医师的问题 但是怕得罪了很多人 然后说他们不高明 也会得罪了他们 所以我就说 好吧 那是医术的问题 因为医术他们都是这样 所以做不好 但是不管什么理由 帮他们找 我即便写的再客气 重病是应该要好 所以如果不好 这些医师一定要怎么样 他所写一定有问题 也就是他的 在他所学的这些理论上 他本身很多是 他自己已经被洗脑 也就是他走进死乌桶了 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呢 勇于跳出来 跳出来怎么样 开始要了解 为什么我医不好 然后以症状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绝对不能再以仪器检查了 因为那个检查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从症状你才可以找出怎么样 找出真正的答案 到底这个病症 是由他处体伤引起 还是患处体伤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 决定我到底要用按推 还是热源 那这样当然就可以解决了 所有病都是这么解决 你看这一个眼疾的 也是这么容易就解决 那好17岁 如果那一个皮肤病 现在以我们的功力来看 那真的是小case 现在我绝对不会让他半年才好 这个可能在一个业内 就应该要搞定 但10年前的功力 跟10年后的我 大不相同 今天就地重游 那种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尤其对医学的认识 真的完全不一样 感受也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轻重症 简单讲 这些如果医师致不好 确诊是医术的问题 他们医术出了什么问题 那就由他们去问 去访问 好 那轻重症我们是这样讲 简单讲到轻重症 不会死人的 但会让你很难受而已 生活品质会影响 但紧接着我们来谈重病 轻症到重症 不会死人 到了重病 就开始有危险 我们接下来看 二 重病的分辨与治疗原则 一 疾病不论轻重 只要有热能严重不足的 体力虚弱病症 即每重病 二 重病若又出现体力下滑 愈来愈弱 即表示热能严重耗损 显向一线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 但短期恐难以恢复 三 重病 若已恶化到食不下 排便困难 暴瘦 高烧 腹泻 面无光泽 声音微弱 全身无力 身体水肿 气喘 呼吸困难 意识不清 胡言乱语 眼神呆滞涣散 昏迷 不能表达 等体力急速下降的病症 有多个同时出现 且情况紧急 则表示热能即将耗尽 命危隐现 好 这个是满足 比西在讲什么 哎呀 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 照出来 那个根本看不出来 我只能跟各位讲真的 那这个就可以分出来 什么叫重病 第一个 你只要有病症体力虚弱 任何一项 就是重病 不用怀疑了 了解我的意思啊 这个一定要 譬如说 你疲惫 当患者有疲惫的时候 你就不能下手 因为如果你下手 它热能已经严重不足 你再按推 很可能就挂掉 严重一点就会挂掉 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会要求到 即便重击率不高 我们也都要提出来 我刚刚已经讲 我们宁可怎么样 宁可严格 不让大家犯错 但也不能 就稍微纵容你们 然后稍微轻忽了 结果一出手 就完了 把对方搞定 所以我讲白 譬如说 有没有人疲惫贝罗 有啊 我们前 之前台湾就有一个新闻 一个患者被针灸 针完很累 他觉得病症也没有好 很累 然后他寄之 帮他刮痧 种种 然后 结果就休克 就那个了 最后打119没有用啊 来也没有用 那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疲惫了 他说他很累了 就不要搞了嘛 你这些 针刺都消耗热能的 你再继续 那他最后的热能就完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工作常常听到 有一些怎么样 过劳死 有没有 疲劳会不会死人 会啊 那你们都知道会死人 你们竟然没有危险意识 还下手 再让他更劳累一点 然后出事了 怪谁呢 所以你看哦 病症体力虚弱 我有没有异常疲惫 这一项 有你们仔细去看哦 异常疲惫 也是我观察的 只要他跟我讲很累了 我绝对不干 我一定叫他怎么样 喝姜汤 去睡个觉 温敷 这样 先这样解决 好 那所以我们只要有一项 就叫做 严重热能不足 就是属重病 那如果重病 你继续观察 体力越来越弱 那就要小心了 这个已经怎么样 显向已现了 已经有生命危险了 不是开玩笑哦 如果你疲惫 然后越来体力又越差 这个要小心了 我已经认为是 显向已现了 甚至你都要 以原始点来看 就要注意观察了 有这种味道 好 那你如果还没有警觉 万一再继续恶化 出现了下面第三个 那下面这三个 来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大家注意 我指的就是 这里有好几项出现 不是单一的 单一都还没有到命危 我认为不管水肿也好 或是呼吸困难 你马上按 这些都还没有 但是有几个同时出现 而且又有紧急性 那这时候 很可能会挂掉 那这些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譬如我说的高烧 然后呼吸困难 两个出现 然后还甚至意识不清了 这三个出现 那这个有没有危险 非常危险啊 那个真的会挂掉 所以 好 我们再看前面一项 我在高烧腹泻 一直拉肚子 然后又发高烧 会不会挂掉 会不会 处理不当照样挂 因为它高烧的时候 已经在消耗热能了 然后又一直拉 又在消耗热能 全身都在消耗热能 这时候如果你没有 紧急处置的方法 会不会挂 会啊 那虽然它来得及 比较容易治 但是它已经面临到怎么样 命危的情况 但是这个有好救 比如说高烧腹泻 你们第一个会考虑用什么 温敷 温敷可能来不及哦 喝姜汤 灌肠 有道理 用什么灌 姜汤灌 姜汤灌 它因为腹泻 姜汤灌 可能还来不及 用什么 姜粉 唯一的答案 高烧腹泻 姜粉灌肠 这是现在要谈 因为你们在书版 只有讲姜汤跟姜粉泥 所以你们还没有读过 还停留在我的旧资料里面 但到了这个紧急的时候 唯一一个答案 就只有怎么样 姜粉灌肠 才能救得起来 好 那这些我们这样举例 就是到了这里 只要几个出现 都不能乐观 即便她病情有时候 稍微好转 比如平常昏迷 不省人事 突然间跟你讲几句话 你别以为她好了 有可能是回光返照 接下来明天就挂了 也有可能哦 所以别以为 有时候看症状稍微好 绝对不要高兴 而且她很可能 有时候好 有时候又荡得下来 又杠得更烟 更厉害 她是反复的 尤其到这里 最容易反复 好 到这里 如果还救不起来 那大概就差不多了 准备那个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我们来讨论这个重病 怎么 如果没有警觉 真的会刮掉 我们来看淋巴癌那个 淋巴癌肿瘤脱落案例 2013年夏天 徐先生突然感到全身发冷 尤其手脚冰冷 需要很厚的手套和袜子 时常感觉身体疲累虚弱无力 看了医生做了检查 始终找不到病因 家庭医生找不到病因 转介绍专科医生 但服药后 病情仍无改善 这个时候 左边颈部淋巴附近 出现了几个肿瘤 最大的一颗 一碰就流血不止 因病情恶化 症状越来越多 医生建议做切片检查 切片检查后 身体变差 导致昏迷并引发肺炎 连续注射多种药物 两个星期后 体重减了40多磅 身体更加虚弱 在如此折腾之下 徐先生感到非常无助 并感觉西医 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待在医院是死路一条 他决定出院 无论怎样 都不想再进医院了 2015年10月3号 徐先生在网络上 看到了原始点 联络上美国洛杉矶 推广点的志工 志工每天帮徐先生按推 并教家人煮浓浆汤 使用红豆袋 和水暖店补充内外热源 饮食改善 也参考手册里的 舒适寒热表 刚开始只要一温敷 皮肤就更痒 如被火烧 按推三天后 皮肤痒开始减轻 被火烧的感觉 也逐渐缓解 体力明显改善 七天后 皮肤痒 火烧感觉几乎消失 颈部慢慢消肿 心情也变得开朗 可以爬楼梯散步 两星期后 颈部小肿瘤消失 最大的一颗 开始干枯 体力平稳 继续坚持运动 三星期后 徐先生 颈部红肿消失 只剩下一颗 结了八的小肿瘤 在颈部上 徐太太 在浓浆汤内 加进红参 希望有助 改善内热源 按推约一个月的 徐先生 精神变好 胃口也转家 一个半月后 受了些情绪打击 情绪低落 突然双脚无力 体力虚弱 志工只能轻轻按推 增加内外热源 2015年11月24号 浸上的最后一颗 也是最大的一颗肿瘤 自然萎缩掉下来 亦没有流血 肿瘤掉下来后 徐先生和家人 既感动又感恩 可是他的体重 还是缓缓下降 走路困难 12月3号 半昏迷 在家人和两位 志工陪伴下 毫无痛苦 安详实事 两个月前 两个月后昏迷 徐太太虽然伤心 但她很感恩原始点 让她先生 能多活了两个月 处理及交代很多事情 全家人 共度最后的欢乐时光 而且能在自己家中 平静 没有痛苦 安然而去 徐太太愿意分享这个案例 将功德 回向给先生 并希望有缘的人观看 能如理如法 使用原始点 离苦得乐 身体健康 我要生命我也请求张医师 不要把我先生列在失败的案例 先让他最后过世了 原始点是成功的 我先生会过世并不是原始点 最后没有成功 他最后是一位家族兄弟姐妹的欺凌 造成他情绪大变 受到伤害 体力极其的转弯 最后递竭而亡 但是我一定要生命 原始点是成功的 第一次的转弯 好 这一个案例 几乎可以说明我们刚刚 都在讲 第一个 他平常工作的时候 都健康的 但是突然间出现了两个症状 就是异常怕冷 还有怎么样 疲惫 有没有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是只有疲惫跟怕冷而已 但如果以原始点 这个是属于什么 轻症还是重症 还是已经到重病了 已经到重病啦 开玩笑 这个不能 他只要有一个异常疲惫 就是重病 何况他有两个 又异常疲惫 又非常怕冷 如果有一个异常怕冷 他也是重病 有两个耶 那如果以原始点 这个要赶紧怎么样 赶紧处理了 哪还有放他到处游荡去检查 但是一开始他没有 没有跑到原始点 然后就真的 就由西医来了 那西医认为这个一定要检查 开玩笑 连重病来了 这个要紧急处理的 他们是还要仪器来说明 那仪器又检查不出什么难 所以难来 然后开始身体又慢慢垮了 最后颈部开始 有那个长出淋巴肿瘤来了 然后切片种种检查 造成怎么样 昏迷肺炎 种种的症状来了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怎么样 从重病到怎么样 显像又进一步到怎么样 命危了啦 了解吗 所以他是这样一路检查 一路恶化 一路到命危 那他觉得人生已经无望 结果他来原始点 最后快救起来的时候 因为怎么样 情绪打击 所以我说喔 如果你到了命危的时候 你任何的一个犯错 你都很可能要了你的命 我认为到命危 简单讲就 你已经站在一个什么 悬崖断壁了 烧一失足 也就是你烧一不剩 就掉下去 那你重病的时候 你离悬崖断壁 还有一段距离 你到显像已现 只是更接近而已 但还没有到边缘 但到了命危是怎么样 你就在悬崖断壁 站在那里 再往前跨一步 就整个跌下去 是如果我用具体的 这样来形容 这三个层次 那他最后从 本来离悬崖断壁很远 然后慢慢检查到 险下 然后再检查 切片种种 就走到悬崖断壁 然后悬崖断壁 他马上惊觉了 哇 下面万丈深烟 他想回头了 他说绝对死路一条 他已经看到了 那也找到原型 也真的回头 也救得快起来 结果怎么样 受打击 又从这里 悬崖断壁里面 往下坠壁 就这样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有值得探讨 也有值得探讨 你看喔 他即便热能在消耗 然后志工还是帮他处理 肿肿 然后他的症状 有没有改善 绝对有啊 那西医说 他怎么肿瘤会 自动这样掉落 在他们说 是用什么方法 西医绝对没有这种方法 对吧 那人体本来就有 自医力修复力 他自动脱落 只是他整体来看 他是局不好 但整体的体力是 还是下降 所以当他掉下来的时候 这是好转还是恶化 肿瘤脱落是好转 还是恶化 好转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认为恶化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昨天我们在谈肿瘤的时候 就有讲到 肿瘤你要看好转 你恶化 是看肿瘤的大小 还是指数的高低 还是看体力的 好转与恶化 记得起来了吗 不要睡一觉 全部都还我 现在还在谈肿瘤 回到昨天的议题而已 你们就把我忘光了 真不行啊 你们忘得太快了 所以昨天我有没有讲 变好转与恶化 不是看肿瘤 有没有 大小指数高低 都不是 而是看什么 体力 好 所以 肿瘤脱落 是好转还是恶化 不知道 不知道 哎 这个是正确答案啦 这个 因为你还要问嘛 所以当时候 他们打定 就是来问我 刚好我在马来西亚演讲 然后我第一个 他们问我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 他现在体力怎么样 然后他们跟我讲 体力正缓缓下降 已经走入为困难 那我马上跟他回话 我说 这一个绝对是恶化 而且要小心 很可能会刮掉 真的我就提出 严重的警告 我不提难 差不多几天内就走了 这一个案例 我是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当你们在治疗 一定会遇到各种境界来 那好转以二话 你们是分不清的 比如 我曾经 治疗一个肺癌患者 然后他已经躺在床上 奄奄一息了 结果我帮他按推 我是由轻而重 慢慢推 推到半个多小时 他开始剧烈咳嗽 然后一咳嗽不得了 就很多白痰 就不断的涌出来 哇 很恐怖啊 那他一直用 一坨一坨的卫生纸 这样擦拭 他堵一堵 他就稍微 可以下床 下来走 然后他们家人 就对我很质疑 他说 本来他没有咳嗽的 被你揉成咳嗽了 你是怎么搞的 哇 然后我隔一天 我说他太严重 我说我明天还要去放趟 哦 你不用来了 结果几个月内就走了 真的就走了 好 我问你 揉完之后 一直咳 然后咳出很多痰来 是好转还是恶化 认为恶化的举手 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手 我看一下 你们还敢举手 说好什么 读完谈很多 光看谈 是不能决定的 所以 这个不要回答什么 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人常常问我 我又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次去治疗一个 乳癌患者 那整个都苦难 结果我帮 叫他先生按推 然后我第一次是我按推的 按推完 然后隔一天 他先生也帮他按推 然后第二天他先生 就打电话来误 他说张医师啊 昨天你按推完 他躺在床上 从胸口不断的冒出血来 而且把整个床都染红了 很可怕的 然后隔一天 我又帮他按推 他又这样涌出来 这个是怎么回事 他说是好转还是恶化 因为患者看到会不会害怕 会啊 绝对会害怕 那我也想问你们 他是好转还是恶化 不知道 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这就对啦 我都不知道你们都知道 这个就太没意思了吧 怎么可能短时间 你们就超越我 所以喔 我紧接着也是问他一句话 我说他现在体力怎么样 他说不错啊 因为他虽然流血 他还是照我的话 给他溶姜汤啊 然后温敷啊 结果他体力没有下降 而且还不错 然后隔几天 那个烂的地方就开始修复 好 还有很多被常常问的 哎呀 张医师你叫我一直要温敷喝姜汤 每次我温敷 还有喝姜汤 我就流了很多汗 这好还是坏 认为好的举手我看一下 你们还敢举手 难道好转以恶化 是看汗多汗少吗 我有这样教吗 没有你们怎么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所以你们这一群人喔 等我走了喔 人家问你们怎么 你们都会乱打 正确答案是什么 不知道就要说不知道 这样才算知道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要看他体力 如果体力好 没事 如果一直流汗 然后流到冷冷心 那这就有问题了 了解吧 所以好转以恶化 不在于汗多汗少 不在于血多血少 不在于肿瘤有没有掉落 这些都不是 不像西医要把肿瘤搞大搞小 由大由小他就好转 不是的 搞到最后奄奄一息 那就是全然的恶化 结果他们恶化 他们是搞不清楚的 我在安宁病房 我就看到很多啊 患者来 他说这个肿瘤 没关系 我帮你手术 手术完 化疗 然后开始人就虚了 然后虚了 患者就很难熬 医师就来安慰 他拿什么安慰呢 我说你那个肿瘤 你看手术完 然后你看都不见啊 有一些是化疗完他说 哎 肿瘤变小了 但问题患者奄奄一息 那他这样讲患者是高兴 还是难过 患者竟然高兴了 还对他们微笑 还说谢谢 然后隔一天就那个了 所以他连死到临头 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根本好转于恶化 不是看这一个的啦 所以你们这样一路看下来 你看连重病的时候 西医有没有办法诊断出来 仪器有没有办法 到了重病 他们还没有耶 那原始点已经有警觉了 他只要有几个出现 信号一出现 我就知道 他离悬崖 悬崖断壁还有多远 到了 越来越体力越弱 我就知道 他越靠近 这个悬崖断壁 然后到命违已现的时候 我几乎可以断定 他随时要掉下去 那到悬崖断壁 表示 原始点还有没有办法救 你们不要再跟我回答 我不知道 这时候就不能这样回答啦 那知道了什么 你们到底知道了什么 可不可以救 认为可以的举手 我看一下 认为不可以的 已经差不多了 凶多吉少的 不知道的举手 不举手是啥意思 被我打击了 没有信心了吗 啊 简单讲 到了命违的时候 有可能挂掉 即便再好的方法 都有可能挂掉 但也可能好转 他正在十字路口 因为他悬崖断壁 他如果懂得回头 好转的机力高 要患者愿意回头啊 他不回头 你再帮他怎么推 怎么按 他照样会掉下去 到了 到了重 因为他是严重热能不足嘛 啊热能表现外是体力嘛 体力不可能靠你 三言两言 安慰他就能好起来 也不是靠 温敷他就能好起来 他还要运动 他还要心情好 然后才能够慢慢 他万一你即便都做到 十前十美了 他万一心情一步好了 他就掉下去了 他如果不运动呢 他就掉下去了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到了这一刻 不是谁说了算 一定要患者 他要配合 然后信心很坚定 意到各种境界 不会动摇 反正我怎么问 你们就一定要回答 不知道到底 任何境界出现 是吗 只要一动摇 打出来都臭 然后如果能够坚定 把原始点的读透了 他深信不已了 这时候再帮助他就有救了 因为他愿意回头了 所以到这种命违是这样 哎呀 我们应该下课了 好 我们等一下再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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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